今天老刘呢 要给各位听众朋友啊 讲一个灭门惨案 这个系列案件当中啊 共有18人遇害 歹徒做案手段 是极其的凶残 几乎每次都是灭门 不留意人 可是呢 这会儿歹徒啊 做案手段 也比较高明 还会刻意啊 在现场留些一些假的线索 故意误导刑警 可以说 警方和匪徒啊 是双方斗智斗力 歹徒一度啊 明显高出一级 搞笑的是呢 即使是这个歹徒作案比较高明 最终还是被警方抓住了 但是原因呢 竟然是由于歹徒过于轻敌了 把这个真线索呀 误当做假线索 丢在现场了 那这个案件 到底背后有着怎样的案情呢 借听老刘啊 给你们讲上一讲 1998年春节的前几天 在吉林的松原县呢 热到非凡 大家都在准备过年呢 90年代末期的东北 恰好是冰火两重天呢 为什么呢 那时候一方面大量的下岗工人 进城农民呢 找不到工作 生活呢 都难以为继 一方面呢 改革开放 早些下海那批人 全都挣到钱了呀 在90年代呀 逐步就把生意做大了 都成为老板了 贫富差距的变态呀 就导致了一类案件 猛然增多了 对 就是 劫财案件 话说呢 在松原县呢 有一个 做粮油生意的王老板 他在县城中心呢 经营着一家商店 每天呢 这店里呀 都有大笔的现钞 进账 有意思是 这王老板呢 他不是个男人 而是个中年妇女 东北女人呢 不知道你们熟悉吗 老刘知道 因为老刘是东北人 东北女人呢 特别豪爽 泼辣 而且东北女人呢 很多都比老公厉害 王老板呢 就是这样的女人 他的老公呢 只是一个政府 普通的司机 她本来呢 是个家庭妇女 后来呀 就做了做小生意 慢慢就做大了 东北人 很多都比较高调 这王老板 虽是女人 也很喜欢喝酒 和结交朋友 整县城 都知道 王老板 很有钱 那天呢 做了一天生意 王老板 拖着疲倦的身体 回到家中 这个家呀 真的可以说是 男主内 女主外 王老板的丈夫啊 已经在家里 把这饭 都给做好了 和上初中的女儿啊 一起呢 等着老婆 回家吃饭 丧人呢 坐在这个饭桌前 刚刚端起饭碗 这时候 突然想起敲门声了 蹦蹦蹦 王老板一听高声询问 谁呀 干什么 这时候 门外呀 传出一男人声音 查暖气管道的 哎 东北的冬天呢 都用暖气 这管道 一旦出现问题呀 暖气公司呢 就会派人来检查 所以呢 王老板 这家人呢 也没什么怀疑 就把这房门呢 给打开了 这时候 进来 一胖一瘦 两男人 两个人呢 都穿着便服 两个人 说了几句客套话 说自己呢 是来检查管道的 看看你们家这个暖气呀 有没有漏水 最近呢 快送气了 说完客套话之后 这两个人呢 就开始装模作样的 检查起了管道 几分钟之后 那个胖子呀 就走进卧室了 然后 喊王老板的丈夫啊 进来一下 哎 你进来一下 看看这个管子 一直都是这样吗 王老板的老公啊 不知道这是诡计呀 一听 这胖子的话 就走进卧室 突然之间呢 这卧室里就传出来一声惊呼啊 那客厅里面 那个瘦子留在那里呢吗 他一听到 王老板丈夫的这一声惊呼 就知道自己同伴得手了 这时候 这瘦子呀 就换出了一副胸像 他上去啊 一把就抓住了 王老板的女儿 掏出一把匕首 就架在这个女儿的脖子上 这瘦子大声说道 我学寒 不然我杀了你 王老板一开始大惊失色呀 一时之间呢 双腿都不受控制的 才站到我 好在呀 这东北女人既泼辣 而且非常豪爽 党界大 而且呢 王老板经常在外做生意 也曾经遭遇过几次抢劫的 所以呢 此时啊 他还能稳得住 王老板就说了 兄弟呀 有话好说呀 有话好说 我不喊 你别伤人 你想怎么样 你就说 那瘦子呀 拿着匕首啊 在王老板的女儿脸上啊 比喚了一下 对王老板说 你赶快把你家钱都给我拿出来 我们只要钱 不要命 如果你敢耍花样 我就先童子你女儿 我才让屋里的胖子 给你丈夫给杀了 你听这话呀 王老板才想起呀 自己老公在房间里也有危险呢 他赶紧就问了一句 老张 你怎么样了 这时候 我室里呀 就传出了丈夫 惊慌的声音了 我没事 老婆 你快给他们钱 不要让他们伤害到女儿了 王老板一听 心里呀 大骂丈夫糊涂啊 你这么一说 不就承认家里有钱了吗 到了这种地步啊 王老板呢 只能打开柜子了 拿出了 在家中的六千元的现钞 当时那时候 工人每个月 才上多少钱呢 工资无非就几百块钱呢 那六千元 相当不少了呀 没想到 这瘦子一看到钱 马上匕首啊 在王老板女儿的脸上 就滑了一下 顿时就出现了一道血口子 小女孩哪见过这种痴面呢 顿时瞎的 就哭了起来 这瘦子大声骂道 你他妈的 你个大老板 家里只有六千块钱 你骗谁呢 我问你 你到底是要钱 还是要命 你信不信 老子马上就通死你女儿 眼前这时候那瘦子呀 举起鼻手 对着女儿的脖子 王老板这时候 终于保持不了冷静了 他这个颤抖的说 别 别杀我女儿 我求求你 钱还有一些 全部都给你们 王老板这时候 又打开了一个隐蔽的抽屉 拿出了两张啊 共几四万元的存值 而且主动的 就和这瘦子呀 说出了存值的取款密码 瘦子 记下密码之后 又恐客说道 我们留在你家 等到明天呢 再去取钱 你要是说的假密码 他妈的 我先把你女儿的两个买子 给割掉 王老板一听赶紧说 喂 我们不敢骗你 不敢骗你呀 眼前 已经到手了 这瘦子呀 突然就拉开了厕所门 就把这瘦女呀 给推了进去 然后再一把 搂住王老板的脖子 随后 他对卧室里边胖子 喊了一句 约定好的暗号 我是老二 你把事情搞定吧 几秒钟之后啊 卧室里 传出了一声 凄厉的惨叫声啊 王老板听出了 这凄厉惨叫声 正是自己丈夫的声音呢 糟了 这会儿歹童 难道是要灭口吗 可惜啊 就在这时候 王老板 已经来不及抵抗了 那瘦子呀 掏出匕首 对着王老板脖子 就猛的一刀刺了进去呀 鲜血喷下而出 接着 就是连续几刀 刺在王老板的脖子身上 王老板的动脉 被这个废图给切断了 倒在地上 很快就断了气 同时啊 卧室里那个胖子歹徒 也残忍着杀害了 王老板的丈夫 话说 在卧室里杀害了 王老板丈夫之后 胖子跑到客厅里 他看到啊 瘦子拿着的钞票和存值 非常高兴 随后就听到 王老板的女儿啊 在厕所里面 吓得一挖挖大哭 胖子问了 哎 他们女儿怎么办呢 给放了吗 瘦子回答说 这丫头 看到我们的场下 不能放 算他倒霉吧 这样 给他留个全尸 不要动刀子 你去慢 胖子点了点头 掏出了一根塑料绳 推门就走进了厕所之中 就把这个小女孩啊 活活的 给勒死在厕所之中 女孩死的时候啊 承受到了很大的痛苦 她双手指甲 在厕所 接应了瓷砖上啊 抓住了两刀 长长的血痕呢 就这样 把王家人 一家三口 全部杀害 两个歹徒之后啊 非常冷静的 打扫了一下现场 在走的时候 这狡猾的瘦子歹徒 在现场丢下了一张火车票 这是前几天 从这个长春呢 到这个 钱国县的车票 第二天 粮油店的职工 见到王老板没来 赶紧给王老板打电话 可是呢 家里电话也打不通 由于啊 这粮油店的钱款呢 都是由王老板 亲自管理的 他不来 就不能做生意了 到了上午十点钟 店里的会计啊 等不到人 只能跑到王家去敲门了 但是却发现呢 门呢 并没有关 女会计走进房间 大叫一声 跌倒在地 连滚带爬的 就逃出去 去喊邻居去了 现场的警察呀 急忙赶到了现场 也被这起灭门案件 给惊呆了 王家被灭门了 亲友和员工啊 均不知道 他家里是否有钱款和存值 民警找了一通 发现衣柜里面呢 还有一个隐藏的小保险柜 里面有一万元的现金 和十万元的存值 看来这个王老板呢 还是留了一手 并没有拿出所有的钱款 但是啊 这却误导了民警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钱呢 在这个家中 所以警方一开始呢 认为歹徒啊 并不是为钱杀人的 因为这十一万元 并没有什么损失啊 话说呀 那个胖子和寿司 抢走了四万元的存值之后 出于慎重考虑 他们呢 并没有去银行取钱 只是 把那六千元的现钞啊 给分掉了 民警调查 王老板账户的时候 发现这个存款呢 也没有减少 所以警方一开始啊 判断呢 这并不是抢劫杀人案 那么这起案件 会不会 是强奸杀人呢 要说一个王老板呢 挣钱有一套 可是相貌啊 确实平平常常 而且 人到中年了 可是呢 他的女儿呢 倒是个漂亮的姑娘 不过 警方进入调查 发现 两个女人呢 都没有遭到强奸 看来这起案件 也不是急色杀人 于是民警就判断呢 这起密门案件 应该是报复杀人 他们觉得呀 过去是王老板 在做生意的时候 得罪了什么人 人家呢 买凶杀人 杀了汪家一家三口 九十年代呀 东北很乱 大家都知道啊 那黑社会的遍地都是啊 还有很多富安在逃的歹徒 这些人都是明晚时假 经常花费一两千块钱 就可以啊 断胳膊断腿呢 那买一条命 也花不了几个钱呢 在现场呢 民警就发现了 那张啊 从长春到前国县的火车票 虽然在这个火车票上 没有发现指纹 警方 却认为这是重要线索 根据调查 王家和凉物店的职工呢 没有人坐过这列火车 民警推断 这可能是王老板的仇人呢 买凶从省会而来 蓄意报复杀人 那么 这就得排查王老板的社会关系了 王老板呢 做了十几年的生意了 社会关系是极为复杂 半个县城的人都认识他呀 三角九流的人 什么人都有 民警先后就排查了上百个可疑人员 看看这些人呢 是否和王老板有什么矛盾 有没有能力 从这个长春呢 买凶杀人 结果这个案件呢 这么一折腾 就折腾了大半年的时间 花费了无数警力 在这个 松原和长春呢 来回奔波 但是 仍然毫无进展 所以警方 只能暂时把这个案件呢 给挂了下来 可是 让警方没有想到的是 1999年9月 在松原 又发生了一期啊 类似的灭门案件 这次 被杀害的 是做水产生意的 余老板夫妻 有一天晚上啊 被人杀死在家中 因为他们的儿子呢 在外地进货 并没有在家 所以 这才侥幸 逃过了一劫 余老板夫妻 被杀后几天 都没有被发现 天气炎热 尸体开始发臭了 但是邻居们呢 误以为呢 是他家里的水产的臭味 所以呢 也都没有在意 一周之后 余老板的儿子 进货回来了 发现自己父母的尸体 已经腐烂的 面目全非啊 急忙去报警 警方根据现场分析 认为 作案的歹徒 还是两个人 一个人比较胖 一个比较瘦 歹徒非常狡猾 是戴着手套作案的 并没有留下任何指纹 余老板夫妻啊 都是被人呢 用匕首给刺死的 死前呢 曾经和凶手 有过短暂的打斗 余老板死在卧室 身上啊 有六七处的刀伤 似乎 是发生过打斗 余老板的妻子呢 则死在客厅之中 被两刀啊 刺中了脖子而死 似乎 没有做出什么抵抗 看来 两个歹徒啊 顾忌充斥 把余老板夫妻分开 但是这个余老板呢 要比王老板看起来聪明 他跟着 进入卧室之后 发现情况不对 立即就戒备了起来 当歹徒 持刀 试图制服 他的时候 余老板立即啊 上去夺刀 双方 就激烈的 发生大斗 余老板 斥手公权 不是持刀 歹徒对手 最终啊 还是被歹徒 残忍杀害了 余老板的老婆呢 则被另一个歹徒啊 在客厅里制服了 并没有反抗 就被歹徒 残忍杀害了 警方 在现场啊 发现了不属于 余老板夫妻的血液 看起来呢 余老板在夺刀的时候 也划伤了歹徒的手掌 导致歹徒流血 余老板的老婆呀 有几分姿色 但是 却没有遭到强奸 看来这歹徒 不是为了劫色而来 余老板的儿子 对自己家里的财务 非常清楚 经过他的盘点 余老板的儿子发现 家里的一万元现金没了 还有两张 共计十二万元的存值 也失踪了 警方据此呢 追踪到了银行 发现呢 其中一张六万元的存值 在案发之后第二天 被人给提走了 另外一张呢 因为密码不对 对方啊 又不愿意出示证件 所以呢 就没能把钱给取出来 警方就让银行职员呢 回忆取款人的相貌 但这是一个星期之前的事情了 银行每天呢 都有几十个人取款呢 职员 哪里记得住每个人呢 女职员呢 依稀记得 取款的这个人呢 是一个中年男子 短发 小眼睛 黑面皮 而且这个男人呢 在大热天 戴着口罩和墨镜 样子呀 有些古怪 职员呢 因为这一点呢 才有一些记忆 至于这个男人长什么样子 因为有口罩 和墨镜的遮挡 根本就没有看到 职员呢 也记不得这个男人呢 到底是本地口音 还是外地的口音 这起案件 丢失了财物 警方发现 这应该呀 是谋财害命啊 稍后警方又在现场 发现了一张火车票 仍然是从长春 到乾锅县的火车票 不过 这张火车票 是一个多月以前的 后者呀 就贤入为主了 想起了之前 王老板家的灭门案 认为呢 这是一个 系列的串案 他们怀疑 这张王老板 和于老板 可能有什么 共同仇人 杀了王老板 全家以后 一不做二不休 又买凶 杀掉了 于老板的全家 警方认为 这个杀手啊 还是从长春过来的 还是觉得 应该是职业 做这孩呢 是个杀手 所以王老板 和于老板呢 都是这个 松原县的 有名的商人呢 有时候 这两老板呢 还在一起打牌呀 他们的社会关系 是存在着交集的 警方这一次侦查 持续了三个月的时间 但是仍然毫无线索 无论警方怎么努力 都没有办法找到 王老板和于老板 有什么共同大仇人 还能找到 住在省城的杀手 于老板夫妻啊 遇害后三个月 松原县呢 又发生了第三起 灭门案件 这起案件呢 是先政府的 一对干部夫妻 警方发现呢 被人杀害在家中 他们几个月前呢 女儿呢 刚刚出嫁 也是侥幸 幸免于难 女儿呢 连续两天呢 打电话 找不到自己的父母 在第二天晚上 同丈夫一起回娘家 查看情况 就被血腥的现场 吓得是当场晕倒啊 这一次呀 还是两名歹徒作案 他们用同样的方法 骗开了房门 制服了这对夫妻之后 将两个人勒死灭口 那么这一次 丢了多少钱呢 说起来就些尴尬了 根据这对 干部夫妻女儿啊 只是吴的介绍 说家里 丢的现金倒是不多 最多 只有两三千块钱 可是说起 自己家存值的时候 这对干部的女儿啊 有些话语比较迟疑 吱吱吱的 警方就发现了 有问题 进行一番追问指下 这对干部女儿啊 就说了 家里呀 又高达三十万元的 几张存值不见了 啊 警方一听 这现场的干部 每个月工资 和老百姓相差不多 也就几百块钱呢 那这三十万元的存值 是从何而来呢 怎么比做生意的老板 还有钱呢 警方知道啊 恐怕这些钱呢 不是什么正道来的呀 经过警察调查发现 在现场 还歪歪歇歇的 写着几个字 杀尽贪官 哎 这是什么意思呀 似乎是有什么人呢 看不惯 这个干部贪污腐败 是出手为民除害呀吗 这一次呀 这一队干部的孙侄 被取走了八万元 时间也是案发的第二天 因为现场银行 个人储户 当天最多呀 允许呢 取走八万元 歹徒就取走了 最高的数字 歹徒非常的狡猾 第三天 第四天 根本呢 就不来取款 唯恐 被警方 守住带兔抓住 这一次取款的 不是之前那个人 没有戴口罩和墨镜 一直啊 用毛巾 捂着口鼻 像是感冒了一样 他说话 是本地口音 眉毛比较粗 眼睛挺大的 这一次留下了杀尽贪官 这几个文字 警方认为呀 这可能是一件孤立的案件 可能呢 只知道这个干部 有贪污行为的什么熟人所为 同时借此呢 搞上一笔钱 所以呢 并没有和之前的那几几案件 进行串并 仅仅过去了一个月之后 松原又发生了一级 灭门惨案 这一次呀 厉害的 是县城里 做百货批发的孙老板 孙老板全家三口 被凶手杀害 被抢走了数万元现金和孙职 戴兔同样是在第二天 取走了村折上的数万元 这一次的情况 又有不同了 因为孙家的儿子 自己呢 就是一名警察 这是一个刚刚入职的 文职的民警 根据现场的分析 歹徒是知道这个情况的 这次呀 凶手是三个男人 孙家两个男人呢 都是身强力壮 歹徒人少的话 未必对付得了 案发第二天 孙家儿子呀 所在派出所呢 发现他没有了上班 而且呢 也没有请假 反复打他的呼吸又不回 于是啊 就决定啊 派人去的家里查看 这一次 白头作案 甚至杀到了民警的头上 这个案件的性质啊 就更为恶劣了 虽然案情一直都是保密的 小小的县城 哪里能够瞒住这么大的事情啊 那时之间呢 连续四家被灭门的事情 传得沸沸扬扬 谣言四起 有人说 这是一群职业杀手 专门选择 做生意的有钱人下手 进屋 就把人全家人杀掉 然后抢走 所有财物 还有人说 这歹徒啊 都是瞄准了 空间法 和干部下手 不为钱 只为灭门 是报复政府和社会 更有谣传说了 说这会儿歹徒啊 都是变态的淫魔 专门选择 有漂亮女人家庭动手 他们进门 先杀男人 之后 把女人轮奸之后 再去杀害 总之啊 各种谣言呢 传得是一塌糊涂啊 一时之间 现场的很多老板 都暂时的关闭了自己的生意 或者直接啊 去其他地方居住 因为生意走不开的 天天过的 也是犹如惊弓之鸟一样 现场啊 有一个非常有钱的老板 也是全县的 都知道人物 每天家里啊 找了高达 二十几个 身强力壮男之工 冲刀 保镖的角色 这家人只要上街 哪怕是女儿 去上学 身后啊 也会跟着七八个壮汉 那场景啊 就比铜锣湾的浩南哥 还要威风呢 鉴于啊 县城的警方力量薄弱 经验不足 恐怕对付不了这种案件 所以市里面呢 派了专业的刑侦人员 进行协助调查 不过这歹徒 可不是好对付的呀 警方发现了孙家儿子的巡呼机 失踪了 可是随后几天呢 这个船呼机啊 一直在使用 警方怀疑 这是被歹徒给拿走的 于是 警方立即利用技术追踪 巡呼机 发现这个巡呼机啊 在案发第二天 又到达了长春 这下子 似乎就同志线的案线 可以关联起来了 歹徒或许真的是杀手啊 至少呢 也是从长春来的 警方啊 为了追踪船呼机 跑到长春呢 花费了好多天的时间 才摸到了一个收藏的窝点 收藏的老板被抓之后啊 说是一个叫做大理的 废品收货站的老板 把这个船呼机卖给他的 这个大理呢 平时一边收废品 一边盗窃 经常呢 来这里收丧 警方去抓捕大理的时候 这家伙非常的鬼 听说老板被抓 立即就逃回内蒙古 乡下老家去了 警警们呢 就被迫呀 连夜的追踪 赶了数百公里的路 追踪到这个鸟不生蛋的小镇 他们又花费了很大力气 才在一所农舍里 抓住了大理 没想到啊 抓住这个大理呢 对案件呢 却没有任何的帮助 大理交代 说他骑着三轮车 收废品的时候 发现路过了一辆长途汽车上 有人呢 丢下来一个寻呼吸 这个人呢 应该呢 是看到他是收废品的 就故意扔在自己的面前 大理捡起寻呼吸 试试这个寻呼吸 还能用 就先放在自己家里 几天之后啊 就卖给收赃的老板了 那丢寻呼吸的人 是什么人呢 大理根本呢 就没有看见 也没有看清楚 那辆长途汽车的车牌号 经过反复的审讯 警方证明啊 这大理呢 并没有说谎 看来这个歹徒啊 非常的狡诈 知道警方呢 会追踪这个寻呼机 就故意啊 拿走了孙家儿子的寻呼机 他乘坐长途汽车 跑到了长春 将其丢下 误导民警 分散警方注意力 果然呢 警方啊 花费了很大力气 追踪到的 却是一条毫无价值的线索呀 而且这还不算呢 警方在追踪寻呼机的同时 在现场还发现了一个工作证 这个名字呢 叫做董立霞 工作证呢 是在这个吉林呢 一个偏远的县城 一个乡镇小厂的 而且这个工作证呢 并不是假证件 警方啊 反复调查 认为 这个董立霞 和这个孙家呀 没有任何的关系 虽然明知道 这可能是歹徒的 又一个花招 可是警警们 必须还要进行调查呀 这个刑警啊 就追踪到了这个小厂 可是呢 却被告知 董立霞 是这个工厂的 一名采购员 任务啊 是隔三差五的 这个出差进货 在几个月以前 这个董立霞呀 就已经死了 说起来 这个董立霞的死呀 也有些奇怪 这个人呢 非常喜欢喝酒 一次喝醉之后 就没有醒过来 就死了 一命呜呼了 当天呢 董立霞喝的并不多 以他的酒量 以他的酒量来说 根本就不会喝醉 更不能喝死呀 他老婆呀 是呼呼啼啼 四处呢 向亲友啊 呼诉自己 三十岁就成了寡妇 亲友们知道 这个董立霞老婆 非常协惠 他们呢 又有三个孩子 于是都选择了 相信他的话 这个案件呢 追踪到了这里 也不能排除 董立霞作案的可能 就将他的妻子 带回局里 进行审查 这一查可好 没了发现呢 这是一起 谋杀亲夫的案件 原来这个董立霞呢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又爱喝酒 又比较好色 借助 在外出差的机会呀 他是四处 嫖娼作乐 由于消费能力不强 董立霞找的 都是一些啊 低档的妓女 结果呢 就被染上了 一身性病了 接着呢 他把这个病啊 传给了自己 老是芭蕉的妻子 你说 做了这种丑事 坏事 董立霞还在家里 是药物扬威 喝完酒之后 经常啊 暴打自己的老婆 他的老婆呀 因为性病啊 就治不愈 痛不愈生 又被丈夫 隔三差五的痛打 又没有办法 合法离婚 他就熏机呀 用农药 把董立霞 给毒死了 虽然有了老婆的供述 但是毕竟 董立霞的尸体 已经被火化了 现在呢 也没有什么证据 如果是放在今天呢 只有口供 是不能定罪的 但是当年呢 还是给这个 董立霞的老婆呀 判了十年的 有期徒刑 毕竟只是故意杀人案呢 不过董立霞的老婆 根本就不认识孙家呀 也没有来过案发的县程 董立霞也没有来过 董立霞的老婆就说了 他老公呢 是一年前出差的时候 丢的工作证 具体丢在什么地方 他也记不清 看来呀 这个工作证呢 应该是歹徒啊 随手捡到的 拿来误导警方的 虽然警方拒死 破获了一起盗窃案 一起收赃案 还有一起杀人案 但是同这系列 灭门抢劫案 却并没有什么关系呀 这个案件呢 拖了一年呢 也不能侦破 省力的主管领导 是相当震怒啊 下令了 陷器破案 然后就在民警 四处奔波的时候 本县呢 在连续四户 十人被杀之后 时隔第一起案件 十一个月 又发生了 第五起案件 本县一个开面店的杨某 一家三口被人杀害 其中 这杨某的儿子呀 才上幼儿园大班 说起来 这杨某啊 根本呢 就不算是什么有钱人 充其量呢 也只能算是个小老板 可能啊 是本县 有钱人 都非常警觉 所以歹徒呢 只能选择这种啊 不太警惕的 小角色下手了 歹徒抢走了 家里三千元的现金 拿走了一些 金手势 收获并不多 歹徒离开的时候啊 把杨家三口人 全部活活勒死 就连小孩子呀 也没有放过呀 万千的事呢 这一次 居然有了一个活口 这活口啊 就是杨家的大女儿 当时呢 上小学四年级 歹徒进屋的时候 姐弟两个呀 正在玩捉迷藏 杨家大女儿呢 钻进了一个 很隐蔽的破洞里 随后啊 就听到家里的喧闹声 以及妈妈和弟弟的哭喊声 吓得不敢出来 这个破洞啊 很小 很隐蔽 歹徒呢 根本就没有发现 小女孩 这才侥幸啊 抱住了性命 根据小女孩回忆 说歹徒啊 一共有三个人 孩子虽然小 毕竟也是四年级的学生了 他还是有一定的记忆力的 通过孩子 回忆歹徒一些对话 民警呢 就得到了一些 关键的线索 其中一个歹徒啊 很可能姓齐 或者是姓齐 外号叫做老二 其他人 管他喊老二 或者呢 叫做齐老二 这丧歹徒啊 对于本县 是非常熟悉 说出一些只有本地人 才知道东西 他们的口音呢 完全都是本地的 说了一些 方言 也是本地特有的 歹徒进屋之后啊 反复询问 钱在哪里 拿到钱之后 立即杀人灭口 在杀死 杨家小儿子之前 歹徒呢 还进行了争论 有一个人认为呢 这个孩子很小 未必 能够记事 说不如放了 毕竟啊 杀死孩子 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道义有道 不能这么做 结果啊 另外两个歹徒 就把他一顿臭骂 说他是活腻了 自己不想活 也不要连累别人 一定要不留活口 销毁线索 这会儿歹徒 就是本地人 目的就是抢劫 他们同受害者家庭 根本就不认识 没有什么社会交集 可惜呢 杨家大女儿啊 并没有看清楚 这三个人长相 而且呢 他又是小孩子 记忆力啊 比较模糊 一些关键的地名 和人名啊 他都没有记住 这个女孩呢 侥幸没死 却在躲藏之中啊 听到了父母和弟弟 被给杀的时候的惨叫 留下了一辈子的心理阴影 非常凄惨啊 现场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可是警方却在废纸楼中呢 找了两张几个月前的 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 明显啊 就询问了杨家大女儿 得知呢 她的父母文化程度不高 平时有整天 在面殿里忙碌 从来不看书看报 家里也从来没有报纸 此刻 您已经明白了 之前歹徒 每次都在现场 故意留下错误的线索 是试图误导警方办案呢 可是选方觉得呀 这错误的线索呀 也是线索 说不定能够提供一些东西的 有意思是啊 警方呢 在检查这份假线索的时候啊 意外的 在报纸不起眼的地方 发现用铅笔淡淡写着一个电话号码 你说这是歹徒在路上捡到的报纸 那同这会儿人是不是完全没关系呢 现在呀 警方呢 并没有什么线索 只能把这个司马当作活马医 每一条线索呀 都要进行调查了 于是 刑警呢 就调查起了这个报纸上的号码 发现这个号码啊 是临线的一个住户家的家庭电话 警方呢 找到了这个住户 稍微一调查 就排除了此人作案嫌疑 因为这个人呢 已经有七十多岁的高龄了 老头介绍说 他在案发的县城 只有一个社会关系 就是自己的表外生 也就是自己表妹的儿子 这个儿子呢 四十岁 是县城一个国企的干部 刑警立即啊 根据这个信息 找到了这个干部 经过调查 这个干部啊 也没有钻的时间 不可能是凶手 看到报纸上的号码之后 干部说 确实啊 是自己在几个月前写的 当时他忘记了老爷子的号码 所以就打电话了 和母亲呢 询问了一下 通话的时候 他随手呢 就把电话啊 寄在报纸上 稍后就抄到了通讯录里了 他说这些报纸呢 都是公司啊 统一订购的 大家只能在单位看一看 看完后呢 就把这个报纸存下来 到月底啊 统一买废纸 做办公室的经费 刑警们一听 大感失望 看来 这条线索呀 又没有什么用了 就在刑警们 即将离开的时候 这个干部啊 无意当中说了一句话 确实的这个案情 有了巨大的变化了 这干部说什么了 这干部说呀 这些报纸啊 是公司雇佣的清洁女工 冯某负责处理的 公司啊 曾经发现 卖废纸的金额 同冯某上交的这金额呀 有不小差距 看来是被他贪污了一部分 不过卖废纸 根本就没有几个钱呢 大家就把这个差额呀 当作是这个冯某的辛苦费 并没有进行追究 你说 这本身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引起刑警注意 关键在于呀 这个冯某的身体不好 干不了什么粗重的活 搬运报纸 都是他的丈夫 齐江飞来负责的 这个齐江飞呀 是一个瘦子 本来呢 是乡下一个临场农民 后来呢 他和妻子到县城打工 自己呢 做一些粗笨的活 妻子当清洁工 收入都很低 如果齐江飞夫妻 偷走了一些报纸卖费品 那么 他们就可能接触到 案发现场的报纸 更为重要的是 杨家大女儿说 歹徒之中 有一个人姓齐 或者姓齐 外号叫做老二 而这个齐江飞在家里 就排行老二啊 在公司里呢 有人喊他齐老二 这个外号 难道 这是个巧合吗 根据刑警的调查 齐江飞呢 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猎迹 只是年轻的时候啊 打过几次架 蹲过几次排出所而已 当地年轻人呢 好勇斗狠的很多 酒后打架 蹲橘子 那也是寻常事啊 现在不管齐江飞 是不是歹徒 警方呢 都没有任何其他的线索 只能呢 对他进行调查了 民警们呢 在家里 就把齐江飞给堵住了 押到派出所里 进行调查 这时候啊 警方又发现了一些疑点 在齐江飞的手掌上 有两条啊 新鲜的伤疤 一看就是被利器 所割出来的 警方就询问 他这是怎么回事 齐江飞说 是几个月前呢 帮人搬东西的时候 被金属划伤的 再问齐江飞 在这几起案件发生时 人在什么地方 他说是在家 齐江飞的老婆 也一口咬听 说那几天呢 丈夫都在家 警方啊 并没有随便相信他们 就去调查了他们社会关系 果然就发现了问题了 他的邻居呀 曾经有一天 来找齐江飞打牌 老婆呢 却说他不在家 看来呀 这两口子 只在胡说八道 齐江飞有着作案时间 当时是1999年 刑侦上的DNA技术啊 还没有普及 只有上海 北京等大城市 才有实验室 可以检测 这起案件 涉及高达13条人命 特事特办 警方获取了 齐江飞的DNA 同现场血液 就进行了比对 本来刑警们呢 并没有抱什么希望 你说如此狡猾歹徒 怎么可能 将同自己相关的报纸 丢在案发现场啊 你说 就算是刚刚出道的小贼 也不会这么傻呀 没下套啊 结果他 竟然出乎意料啊 检测证明 齐江飞啊 正是杀害齐老板 以下真凶啊 刑警们 是大喜过望 立即对齐江飞 进行突击审讯 眼见证据确凿 齐江飞 再也无法抵赖 他交代了 另一个同伙 叫做张广阳 就是那个体型 肥胖的家伙 警方立即出动 几天之后 就将躲在深山老林的一个临场的张广阳 抓捕归案了 不过呢 齐江飞啊 拒绝 交代第三个歹徒是谁 根据现场判断 最后两起案子 他们是三人所案 而不是两个人 奇怪的是呢 齐江飞去一口咬死 只有两个人 还说 他连张广阳 躲藏地点 都交代了 怎么可能还会隐瞒第三个人呢 直到张广阳 归案之后 警方呢 才恍人大悟 原来这第三个歹徒啊 就是齐江飞的亲弟弟 齐家老三 齐海飞 警方刚刚抓捕齐江飞的时候 齐海飞还不知道 没有力气逃窜 齐江飞 死撑了这几天时间呢 齐海飞当然知道 自己的哥哥被抓了 一溜烟的 就逃到了外地 不知去向了 警方一面张贴 齐海飞的全国通缉令 一面继续审讯齐江飞张广阳 根据齐江飞交代 他的外号就叫齐老二 而且呢 来县城打工之前 他就杀过人了 他跟邻村一个流氓 有矛盾 打过几次架 有一次上山干活的时候 他家好啊 就遇到流氓 又争吵四尺了起来 齐江飞没打赢 一时期不过 挥舞锄头 就把流氓给砸倒了 没想到 这流氓啊 竟然死了 齐江飞啊 大惊之下 只好挖了坑 就把这个流氓尸体啊 给埋了 他所在临场呢 非常偏僻 天高皇帝远 当地的干部啊 抱着大事化小的态度 就说呢 这个流氓啊 可能是去外地了 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了 秦江飞杀人之后 不敢再临场 继续住下去 就带着老婆 就来到了县城 没想到这个时候 正好遇到了下岗潮 县城的工人 大量失业 找不到工作 更别说 齐江飞 一个进城农民了 夫妻两个人呢 就做着最低等的工作 一个呢 是搬运工 一个是清洁女工 他们的生活呀 非常艰难 而且呢 还要养孩子 几乎活不下去了 就这样 持续了一两年之后 齐江飞的心态 开始失衡了 他认为自己呢 没什么技能 靠出苦力 不要说发财了 连生活都没有办法维持 于是 他回临场 就少了自己儿时的玩伴 张广阳 说要和他一起呀 去抢劫致富 这个张广阳 当时穷的也是一塌糊涂啊 是吃了上顿 没有下顿 当即就同意了 齐江飞的建议 这两人呢 都曾经应该这个打架 闹事 蹲过看守所 张广阳呢 还曾经因此被牢叫过一年 以前呢 是烧管所啊 叫做罪犯的镀银地 牢叫所呢 叫做罪犯的镀金 所以进入牢叫所 可以认识各种罪犯 这次还会学到更多的犯罪的经验 张广阳呢 就把这些经验呢 都告诉了脑子灵活的齐江飞 两个人就定下了枪劫的计划 每次他们选择一家同自己完全没有关系的父户下手 一进屋 就将对方 所有家人 全部杀光灭口 不留下什么线索 同时还留下假线索 误导警方 之前那些火车票啊 都是他们刻意搞的假线索 都是在火车站附近捡到的 至于杀死那对干部夫妻之后写的血迹 也是试图误导警方 认为呢 是熟人作案 他们甚至将受害者的船呼机 带到长春 进行丢弃不倒警方 赶去追踪 这一系列案件呢 都做得非常狡猾 非常成功 我就在准备抢劫孙家的时候啊 这几人就发现了 孙家这个儿子呀 居然是个民警 身强力壮 孙家老爸呀 也是高大 回物之人 而且家里呀 还有一个又高又胖的女人 齐江飞认为自己呢 比较瘦弱 再加上张广阳 也未必能够对付这两个壮汉 那个老娘们看起来也不好对付 于是 他又拉上了三弟齐老三 也就是齐海飞 齐家的关系呀 非常的复杂 几个兄弟的母亲呢 并不同 只有齐江飞和齐海飞 是同父同母 互相比较信任 三人在一起呀 又连续做了几起案子 齐老三这个人呢 相对有些人性建议别杀孩子的 那个人就是他 结果呢 他却被其他两个人给一顿臭骂 那所有的案件的规划者 都是齐老二起江飞 在现场留下假线索的也是他 你说有意思的是 一年之内做了这么多案 杀这么多人 这几个人根本就没事 齐江飞这时候呢 就开始啊 非常轻视警方了 他认为呀 警方呢 就是一群吃干饭 混日子的 无能的警察 根本呢 就破不了案 在最后一起案子的时候 他本来呢 应该在街上啊 捡一些什么东西 所谓假线索呀 丢在现场 但是由于太轻敌了 齐江飞了 随手就在从单位 捡回来的旧报纸中 拿两张 他看也没看 就把这个报纸 丢在了现场 他试图用这个报纸 误导警方 让这个警方认为 作案者呢 可能是比较有文化的人 其实他们三个 都属于半文盲 识字有限 从来都不看报纸 可是啊 这齐江飞 做梦也没有想到 这报纸上 竟然 有一行 电话号码 而且警方 凭此呢 就锁定了 这会儿 作案的歹徒 可以说呀 只是玩了一辈子老鹰 最后啊 被小鸟 给捉下了眼睛啊 要说 齐江飞和张广阳 他们并不仅仅的 做了这几起案件 在做了第一起案件之后啊 他们有大半年时间呢 没敢在这个松原 继续作案 两人为了躲避风头 流窜到临手 用同样的方法 入室 作案两起 但是由于 人生地不熟 所以呢 他们作案呢 都是选择 只有女人的家庭 第一次抢劫入室 他们把女主人 给打死了 抢走了 全部的财物 但是 他们放过了 还是婴儿的孩子 毕竟他们觉得 这婴儿啊 也不济世 第二次呀 他们冲入了一户人家 把这家的婆婆和儿媳 全部杀死 又将两个上学的孩子 杀死灭口 抢劫之后逃走了 前后加起来呀 他们一共杀死呀 超过18人呢 至于 案件当中出现的那个 董立侠的工作证 是他们流窜作案的时候啊 住在影侠小旅馆中 隔壁呀 当时住的 就是董立侠 他们趁着董立侠 去洗漱的机会呀 溜入房间 偷走了 董立侠的工作证 随后啊 就以董立侠的身份 四处住店 躲避侦查 要说这个几个歹徒 作案手段并不算高明 却能连续杀死18人 利用这些检线索 轻松 拜托警方追查 应该说呀 这才是让人 所惊奇的 但无论如何 八王辉辉 数而不漏 最终呢 这三个人 都被判处了死刑 得到了自己应有的下场啊 谢谢大家